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七宝 七宝 战战战 可以吗 青访团是我们救国团培养最优秀的人才的一群 也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资产 那么青访协会这几年经营的非常成功 我看到他们现在也在做公益的事业 跟我们现在救国团的宗旨 我觉得把救国团定为以公益为主的服务型社会企业 跟我们的宗旨完全的契服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为我们国家培养更多年轻的人才 做更多的公益 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的美好 祝青访协会成功 谢谢 我是1989年青访团 欧洲终端团的领队刘正荣 我当时是在中央大学太空遥救中心当教授 那1989年带团出去呢 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而且奇特的一个经验 那一转眼呢 一转眼呢 我在去年也退休了 所以啊 我带的时候呢才三十四五岁 现在也退休了 所以 但是 这一个经验让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原因就是说 看到我们国家年轻人的才华 以及后续呢 我发现 进入青访团之后的团圆呢 每个人啊都 回来之后啊 充满信心 而且非常了解自己未来的方向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program呢 其实为国家社会造就非常多的人才 所以确实是 应该是在推 但是很可惜啊 好像说 现在 已经没有那么积极了 所以 期待 有心人真的还好好把我们的国家社会带好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